你见过最暴躁的陆怒正司机究竟能有多可怕 今天来看这个因为一声喇叭而引来杀身之祸的电影 精神错乱 这个名叫瑞秋的女司机被堵在了路上 她暴躁的按下喇叭 使劲按前车竟然毫无反应 干嘛呢 灯都绿了还不走 眼看着红灯就要来了 她直接一脚油绕了过去 里边竟是个老司机 她气愤的再次鸣笛 又比了一个国际首饰 女司机终于扬眉吐气一发 然后一拐过来又堵上了 没想到这个被骂的老司机也跟了上来 狠狠盯着他们 瑞秋慌了 什么情况 还想打人不成 老司机摇下窗竟然笑眯眯的开始道歉 对不起 没注意绿灯 既然你要按喇叭 也有礼貌的按法 像这样 你说是不是啊 老司机继续说 今天自己过得很糟糕 心情很不好 所以他希望瑞秋也道个歉 毕竟你还骂了我一番 不是吗 没想到瑞秋也火了 好像谁过得很舒坦似的 原来他今早前夫在闹离婚 开车出来遇上大塞车 又把工作丢了 现在要送儿子到学校 都已经迟到了 这会儿还要跟你个变态掰扯 儿子一看形势不对 劝老妈 要不咱就道个歉 结果瑞秋礼貌的回了一个字 老司机怒气直 瞬间爆表 好家伙敬酒不吃 那今天咱俩没完了 这时绿灯亮起 瑞秋直接驾车跑路 然后老司机一脚油门急速超车 直接给他逼停了 瑞秋彻底慌了 赶紧换了一条路 流之大吉 把儿子送到了学校 幸好他还有个很好的律师朋友 一直在安慰他 两人约好了早茶时间 准备去处理离婚问题 这会儿到加油站加个油 结果那开着大皮卡的老司机 又来了 瑞秋害怕了 都不敢上车 我不就做了个国际手势吗 还没完了 这人究竟什么情况啊 还好店里有个好心的小哥 一看形势不对 保护瑞秋上了车 并帮他把老司机的车牌号寄了下来 他警告老司机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没想到瑞秋前脚刚走 这家伙就一脚油门 直接朝他撞了上来 然后 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幕的瑞秋 彻底懵了 他猛踩油门夺路狂奔 而背后就是紧追不舍的大皮卡 前方遭遇红灯 无奈停了下来 大皮卡就像一头怪兽 一下一下撞击着瑞秋的车屁股 而周围等红灯的人都埋着头看手机 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察 这手机就这么好玩吗 绿灯重新亮起 瑞秋猛踩油门 弹射几步 然后这车技实在是太差了 被身后的老司机轻松吵车 一想自己草率了 刚才下车加油 手机放车上了 然后就这么一晃身 差点就出了车祸 他急忙转向 开进了一条单行道 另一边 安迪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这时一个人坐到了标上 居然是那个老司机 原来瑞秋的手机并没有密码 这一天的行程都被老司机发现了 他谎称自己是瑞秋的朋友 名叫熊大 然后拿起安迪的手机 一通电话 直接打到了瑞秋的车里 在瑞秋的车里 还放着另一台熊大准备好的手机 一开始 两人的对话还算正常 然后随着对话的深入 律师发现有些不最近 他向熊大要回手机 但万万没想到 没想到安迪只是要回自己的手机 就被这个路怒老哥直接KO 瑞秋真的不明白了 这人吃了什么东西 火气怎么就这么大 原来这些天 老司机熊大经历了人生最惨转折 辛苦工作几十年被老板给炒了 不久前连老婆也离婚了 一时接受不了 甚至在昨天跑到他家 把这前妻和他丈夫都给了结了 所以他也痛恨这些 被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说他们都是为了钱 去破坏别人幸福的魔鬼 然后 熊大狠狠地告诉瑞秋 这只是你最糟糕的开始 这会儿瑞秋连连道歉 但已经晚了 熊大挂掉电话扬长而去 瑞秋终于想起 这个城市还是有警察的 然而刚准备打电话 熊大那边又来电了 他在瑞秋的手机里 发现了他儿子凯尔的照片 并威胁他 给我选一个人 下一个让谁死 不然就直接找你儿子 瑞秋想选择自己 熊大却不同意 又想了想 然后他果断选择了 今早刚把自己开除的领导 另一边 瑞秋的弟弟恰好在电视上 看到了关于熊大的报道 他准备叫女友下来一起看 却听到楼上有动静 原来熊大并没有去 瑞秋的领导家 直接跑来瑞秋自己家了 这不废话吗 你的仇人 我还能帮你办了不成 小弟随手拿起一把西瓜刀 结果转眼就看到熊大 和已经被揍开花的女友 还没等他弄清楚怎么回事 熊大就直接把女友推了过去 然后 然后报复还没有结束 他给瑞秋发了一张照片 是被捆起来的弟弟 熊大打电话告诉瑞秋 三分钟带凯尔回家 不然就跟你的小弟说再见吧 折腾了一番 瑞秋终于接回了儿子 凯尔无语了 早上这个老司机怎么还在作妖啊 但他还不知道 舅妈都已经挂了 瑞秋给熊大打去了电话 电话那头 小弟都吓尿了 他的身上被浇满了汽油 还被逼着大声念检讨书 熊大要让瑞秋付出惨痛代价 这会儿警察终于来了 他直接点燃了小弟身上的汽油 警察果断开枪 击伤了熊大 但他还是推开门跑掉了 警察也赶紧给弟弟灭火 并没有追出去 然后 瑞秋听到了电话那头的惨叫 直接惊恐的吐了 当熊大再一次打来电话 表示下一个目标就是你儿子时 瑞秋没办法再忍让了 剔头盖脸的一顿国骂 把手里的电话摔了个粉碎 为了躲避这个 已经连杀三人的陆怒老哥 他只好前往警局寻求庇护 而这时机智的凯尔才发现 熊大之所以能够跟踪到瑞秋 就是因为开着定位的平板 还在车里 他拿起平板随手一查 吓坏了 这家伙就在他们前面 而身边正好还有一辆警车 瑞秋屏住呼吸 悄悄加速 从熊大的车旁溜了过去 然后拼命向警车求助 但熊大很快发现了他们 直接一脚油门将警车撞到一边 然后 瑞秋意识到这样下去 警局肯定是到不了了 正好平板也没电了 他想起老妈的房子就在附近 而那个小区的路就像迷宫一样 谁进去都会迷路 然后一脚油门开了过去 一个漂移拐进路口 把熊大甩在了身后 熊大虽然不依不扰 但没了定位 还也只能忍着枪伤 七拐八绕的瞎找 瑞秋带着儿子已经到了老房子 母子俩互相鼓励一番 还要冲进屋里打开无声警报 然后躲进了隔间 没想到熊大竟然还是找到了瑞秋的车 他吃了点止疼药 准备下车大开杀戒 而瑞秋却开着另一辆车 从对面冲了过来 直接撞翻熊大 他拿起武器下车查看 却没想到这熊大身中速枪 又被撞翻 竟然还能从车里爬出来 从背后偷袭 将瑞秋放倒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不愧是当年屠鲁竞技场的决斗士 紧接着熊大进入老房子 装成警察的口吻 想把凯尔引诱出来 但醒来的瑞秋已经来到儿子身边 让他不要出声 结果就被熊大拽了出去 又是一番缠斗 总之呢 这部电影就是看个大概意思 最后肯定邪不压正 所以约求自然女武神附体 拿起剪刀 然后 终于了结了熊大 结束了这一天紧张刺激的行程 看完之后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导演和编剧 肯定饱受陆怒和不文明驾驶之苦 所以才拍了这样的电影 最终就想表明一个道理 不管发生什么 退一步海阔天空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多说几句话 究竟会给自己惹来怎样的麻烦 干嘛要去争一时之快 过了几天 约求又在路上碰到一个蛮横的司机 刚想按下喇叭 但这一次 他忍住了